阿 不好意思阿 平常都卡妹來 那今天其實比較多是在跟 那個衛規用防心機都用卡妹來expring的 那今天比較多是跟 因為之前都來做國會的專案 然後 這次就是想做做別的專案 就聽聽別的東西 然後就越來越發洩出來 還有有趣的東西 然後就一直去 跟大家協調之後 就挖一堆坑 就沒有時間寫扣 那第一 就是 第一個就是國會要打拚團 因為我用國會相關的東西 那我覺得國會調查平台很棒的一點 就是我們之前 國會調查平台的那些東西 做的是比較深陰的資料 總算是比較容易看資訊 那國會調查平台是 要嘗試的一半 他做成一半比較容易閱讀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下一段 就是所謂 我們已經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我覺得這很有意義的東西 那我會試著去跟立委 立委投票指南去做一些API的東西 那 因為總體今天沒來 可是到時候會想幫忙 他應該幫忙做吧 就是 他沒有時間做就我做了這樣子 就趁他不在也要推坑這樣 然後 第二個就是憲民廚房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國會動作的人 其實你就會知道憲法這些東西 法律這些東西很重要 所以憲民廚房 聽一聽之後 也是我覺得很有興趣的東西 那我會先做一個東西 就是 接下來我會做一個setting page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有一些老師 在寫一些 有關法律的問答 那我看一下 如果現在有 就我現在的內容來看 就是我覺得很適合大家閱讀的 所以我會先做一個精采頁面 把資料全部丟上去 讓大家可以比較容易看到 那 此時就可以去找一些 那個 有UI 跟 User Experience的人 就可以參與這個東西 做Machup 就大家平行處理 接著我就會去寫 把他們的 寫出來的 Keybook的資料 直接就從 通知整合 這兩邊就平行處理 就一邊能把它做得更好看 然後一邊就 阿宅就負責做後面的東西 那就希望 會在下一次 黑格鬆之前 就做一些成果給大家看 那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就是會想辦法 讓 他們 原本老師他們就是 可能更多人可以寫一些 相關的內容 之後第三步就是 讓更多的鄉民可以參與 那就是 希望我在憲民廚房間 談完之後 要接下來要回話做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就是 開放都市計畫 因為我剛好就是 去年底的選舉 有朋友有 選上 投奔在那邊證明代表 然後那時候我們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提過一個 證件就是說 我們希望要讓投奔人知道 你家附近發生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聽到這個東西 就說 這不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嗎 然後 可是我只會寫程式 我不知道 故事計畫的東西怎麼看 然後剛好 今天有一位 鬼泡師出現 他說 他們真的已經做了一部分 這個東西了 那 可是原本 遇到表哥的時候 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會 幫忙他完成這個東西 同時也把投奔真的放進去 所以希望會讓大家有一個 玩意就可以看到 投奔真的跟內武區的東西 所以投奔真的 瞬間就趕上 臺北市內武區的進度了 成為台灣最進度的一個投奔真的 我希望做到這樣子 那到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說 就最 再下一步 就有可能就是希望 看全國更多地方 小鎮的人 都市計畫都可以放上來 那這時候就需要 那位設計師告訴我 以他的專業告訴我們說 會有哪些共用的哪位 之後才可以做出更多 比較通用的程式 讓大家去把資料塞進來 那這是接下來 都會做到一件事情 那看完這個時候 我突然去都不用過年了 謝謝大家